检查总长黄世民被起诉 相较蓝绿立委围攻特征组 总统马英九的核心幕僚 也就是驻美代表金普聪 还有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则是表态力挺黄世民 而这些动作也让外界解读为 黄总长的位子应该暂时保得住 远在地球另一端 驻美代表金普聪 对国内政治很久没有评论 但被记者问起黄世民 发言向来谨慎的金普聪 表态力挺 我不认识他 我到现在还没有跟他见过面 因为现在尚在进行中 还没有结案 所以我们一切尊重司法 但是对于黄世民检查总长 我个人对他一直是很敬佩 敬佩的理由 我敬佩他的勇气跟人格 不止金普聪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也在脸书发文 说到黄世民一身铁胆守护正义 却落得被投石公审实在荒谬 两位总统亲信幕僚力挺 被外界解读 马总统相当同情黄世民被起诉 不过来因地方诸侯相对保守 甚至要黄世民该负起责任 不少党籍立委更认为 特征组该废除 我从头到尾都认为他应该要废掉 现在并没有一个单位对特征组 他有任何的一个牵制的一个作用 变成特征组他是独大的 所以我们发现特征组 当初成立的目的已经没有了 回归到原来的体系 由各地方法院来 检查官就可以办了 不需要来特征组 蓝委批评民进党团也举行 记者会追打违法监听 还要修法 司法委员会更紧急变更议程 安排下星期一 邀请法务部长罗颖选及黄世民列席 一定会把他排到至少一场的公厅会 如果穷尽其他的方法 都没有办法让他制度上 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因为他的不好的地方 已经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的话 那不如把他废除 立委希望透过公厅会取得共识 马王之争因政治风暴 引发检听疑云到费特征组 起诉总长也可以预见 立法院未来一星期 将会是黄世民州 朝野斗聚焦 U-DN TV张崇敏朱旗鱼台北报道